苹果2015新品发表会10号登场 除了宣布最新的iPhone 6s系列外 也推出触控笔 12寸iPad 新一代苹果电视等新产品 苹果在2007年推出iPhone后取得空前的成功 根据统计 目前iPhone占苹果公司的营收已经达到63% 是目前智慧手机市场最大占有商 只是首款苹果官方触控笔出炉 和已故创办人贾博斯曾经公开说的 谁需要触控笔理念相违背 也引起话题 丹麦国家铁路公司9号取消来往德国列车 并关闭部分公路 阻止难民前往北欧 在德国和丹麦两国之间的渡口 有数百位难民占据列车 不愿意在丹麦接受庇护 希望前往福利比较好的瑞典等北欧国家 因此丹麦警方下令 暂时关闭来往德国的列车 由于难民离开列车后 会沿着公路徒步前往其他北欧国家 丹麦也封锁部分公路 将难民逮捕移送庇护中心 新加坡将在11号举行国会大选 为期9天的竞选活动结束 10号是大选前的冷静日 所有政党停止竞选活动 让选民冷静思考 这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逝世后的首次大选 也是所有选区第一次 都有反对党参加竞选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虽然在上次大选拿下93%的席次 却只有60%的得票率 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 被预期除了现有的七席之外 将夺下至少一个政党票集选区 渴望增加席次